中研院院长翁启慧他昨天在以色列获颁了沃尔夫化学奖 成为第一位在台湾研究并且获颁沃尔夫奖的学者 而沃尔夫化学奖素来有诺贝尔前哨战的美称 所以我国学界普遍认为说 翁启慧离诺贝尔殿堂应该是不远了 并且期待他会为台湾摘下第二座诺贝尔奖 而中研院副院长台大化学系教授王瑜则表示 他是七位沃尔夫化学奖的历年得主当中 有十一位大约三分之一 在三五年之后就得到诺贝尔奖 因此学界非常看好 翁启慧会成为准诺贝尔得主